像你們現在 我在跟你們講課的時候 我也是會有表情 我的手也來 我的腳也來 這個是一門表演藝術 教課本來就是一門表演的技術 你要如何讓你的學生能夠專心聽你講的 這個也是一門的學問來的 像我們在練習上 我們做評判之類的 我們都要做表情 我覺得你... 這種都是一種表演 所以你們要學這個東西 所以等一下你講的時候 我要看你們的表演 我覺得... 因為它 因為鏡頭隨時隨地在拍你 然後媒體也在看你 你如果講話的... OK 比如說你們今天是為一部新的電視劇 做那個記者會 你講到這樣的話 明天的write down 你覺得會有你的東西在裡面嗎? 肯定是沒有的 所以要怎麼樣講得精彩 然後內容夠不夠精彩 講的方法夠不夠精彩 講話的時候有沒有... 輕重音 就打個比方說 如何把歌唱好 首先... 先從說話開始 好... 對不對 對不起 為什麼你們在笑那麼敢笑 他們很stress 你看 沒有... 因為... 我們一定要... 把你們在那邊打開 讓我們覺得... 欸... 為什麼... 你會那麼特別 然後我們才會... 懂得怎麼樣去跟他們的意思 推薦 你們知道嗎? OK 所以... 對自己要求要高一點 因為你們已經不是UV了 你們來這邊故事學唱歌 你們就要學... 怎麼樣... 散發你們的獨特風格 聲音的辨識度 你們對待人啊 對待媒體啊 夠不夠誠懇 夠不夠真 怎麼樣去用心去對待 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你的老師 讓人覺得說 欸... 這個小女生 這個小男生 很... 很值得我們去... 疼她 幫她 這個其實... 這整堂課 其實說實在的 也是教你們怎樣做人 怎麼樣去... 以平常心 去對待... 人... 與世 好 她要很認真地去... 面對你們這個課程 也就要看到你們每一台課 都要有surprise給你給我